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本书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了 经济不平等 2019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好莱坞的非常的火叫做小丑 很多同学应该都有看过吧 或者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有刷到过 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说年轻人阿瑟他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丑演员 和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 他患有精神疾病会没有办法控制的大笑 生活在底层的阿瑟处处遭受凌辱 被老板解雇 被脱口秀演员嘲弄 被警察追捕 甚至就连他的精神支柱 母亲的爱和邻家女孩的钟情 竟然都是他自己的幻觉 在彻底的绝望之后 阿瑟开始了报复 把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人 一个接一个的杀死 最后他成为了民众反抗的象征 电影就在全程的暴乱当中结束了 这部电影 他激烈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不公平 主人公阿瑟 他就代表着一无所有的底层人民 他们被羞辱 被嘲笑 被愚弄 失去了所有的机会 而电影当中的市长 老板明星 则代表着对于大众疾苦 熟视无睹的精英阶层 电影用这个故事 向世界发出了警示 不要无视底层人民的苦难 他们的怒火 可以焚毁一切 最近几年 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电影报道和文学作品 对于社会的不平等 发出了声讨 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说 当今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 因为科技进步 战争减少 贫困减少 人均寿命 再提高 而经济上的不平等 就像是这个黄金时代上的 一条深刻的裂痕 美国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前10%的富人 坐拥着全国50%的财富 后来这个比例稳步下降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 又开始回升了 一直到这个世纪初 竟然又回到了50% 这条U型的曲线 让人一望变直 美国在社会公平 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 发生了一个百年的大轮回 那可真叫辛辛苦苦一百年 睁眼一看解放前 2016年 美国1%的人 掌握着全国39%的财富 而这1%的126万户家庭 平均资产是2680万美元 什么概念呢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 不仅如此 90%的美国人 在过去50年间 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外 他们的真实收入 竟然是原地踏步的 半个世纪不变 你敢想想 而且美国30%的人 是没有存款的 20%的人即便有 也只够他们活6个月 所以一半以上的人 没有办法承受半年以上的失业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人一旦失业或者是生病 立刻就会陷入贫困 不仅是美国 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比方说最典型的 城乡教育上的差距 城市里面的孩子 上高中的比例是90% 而某些省份的农村 只有37% 有些农村孩子 他们学习不好的原因 非常非常的简单 仅仅是因为他们近视了 没有人给他们配眼镜 一个可能很有天赋的孩子 就因为眼镜 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物质障碍 他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样的不公平 说出来实在是令人心疼 我们一谈到不平等 往往都是在一个国家内部 来进行讨论的 只要把目光稍微抬高一点 抬到全球范围 巨大的不平等 立刻就扑面而来 有经济学家就做过调研 说美国最穷的5%的人 他们的平均收入 和印度最富有的5%的人 平均收入 竟然是一样的 卡麦隆顶部5%的人 和德国最穷5%的人口重合 英国最穷的8%和津巴布韦 最富有的8%重合 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竟然如此之大 这种鸡头远不如凤尾的差距 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富国的穷人 相比于自己国家的富人来说 确实不幸 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 他们又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报道 说某某国家的人冒着生命危险 都要偷渡到邻国去 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因为只要他成功了 自己的命运和自己孩子的命运 都因此得到了改变 现在财富高度的不平等 不管是在美国 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 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说一个人的命运 主要是被他的出生地点和阶层所决定的 那么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样子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都会接触到年轻的保安保洁和快递 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村留守儿童出生 从小没有人管他们 辍学之后就外出打工了 这让人难免会想到 他们当中多少人本来可以是科学家 可以是艺术家的 天赋和才华这个东西 在人群当中大体是均匀分布的 但就是因为出生和教育的不平等 留守儿童当中诞生社会精英的比例 是远远低于城市中产家庭的 有多少的天赋才华和梦想 仅仅因为出生就被彻底埋没了 而更加令人绝望的是 不平等它是会自我强化的 愈演愈烈 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 而更好的前途就能挣到更多的钱 为下一代营造更好的环境 这是一个阶级不断固化的恶性循环啊 越是不平等阶级固化就越严重 因为梯子越长 那么底下的人想要爬到顶端 就越发的困难 如果说什么都要拼爹 那么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个人奋斗失去了意义 那我们的文明又将何去何从呢 经济不平等还会传导到政治系统 腐蚀公共决策 这很好理解 有钱人他通过关系搞定各种项目 各种工程司空见惯吧 更进一步政治动荡也会加剧 在历史上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 这常常就是暴力革命的导火索啊 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到法国大革命 有太多类似的教训了 如果说在古代神权和儒家思想的宿命主义的世界观 君君臣臣富富子子嘛 让民众对于不平等具有很高的忍耐度 说只要让我吃饱饭 其他的什么都好说 你是皇帝你是贵族你有钱你生活好没问题 只要别让我活不下去 我也不至于会起义 而启蒙运动之后呢 平等主义的世界观深入人心 让民众对于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的下降了 现代政治毫无疑问 相比于古代来说 当然是更加平等的 但是它却更加的脆弱 民众并不是根据自身的绝对处境 而是根据相对的剥夺感来采取政治行动的 近些年来 英美这些国家就因为贫富差距出现了政治撕裂 推动民粹主义盛行 之前我们聊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就说到过 全球的精英分子们已经站到了一块 之前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国家挣钱 现在可以跑到全世界来赚钱了 财富不断的飙升 而与此同时呢 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 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等等原因 变成了被时代遗忘的人 于是怨恨点燃了民粹主义 特朗普才被选上了台 有人觉得解决不平等 应该没有这么难吧 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啊 大规模的实行财富再分配 不就完了吗 问题啊 没有这么简单 贫富悬殊是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那对于这样一个至今都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说到这儿啊 我们先不忙着回答它 而是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再来想想看 重新审视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堆 这个问题的预设 它有没有问题 经济上的不平等 真的是给我们这个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吗 让我们之前口中所说的那个黄金时代 变成了金玉其表 败叙其中的镀金时代吗 经济不平等 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癌症呢 还是说它只是一种前表的严正反应呢 甚至说 有些不平等的存在本身 可不可能它就是合理的呢 这么一说啊 好像跟我们的道德直觉是不相符的 但是之后我们要讨论的这些内容 才是这本书真正想要传达给我们的 小丑那部电影 它用一个很简单的叙事框架描述了不平等的问题 由于富人和资本的贪婪 全球贫富差距拉大 穷人的机会被剥夺 只能辛苦工作 而富人呢 不但独享发展的果实 还要收买权力 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 不被破坏 以至于到最后 矛盾只能以血腥惨烈的方式爆发 电影当中的阿瑟 那可真是悲惨妈妈给悲惨开门 悲惨到家了 那请问 她为什么这么惨呢 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坏同事 坏老板 坏市长 坏明星 最后竟然连她的母亲都是坏人 无辜的底层受害者和冷酷的精英之间 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 冲突不断的加剧 鱼死网破 所有人同归于尽 你看 电影当中的悲惨叙事 受害者叙事 和阶级战争叙事 层层递进 但是这样的叙事框架 过于黑白分明了 我们真实的现实世界当中 色彩要丰富的多得多 那我们接下来 当然不是要推翻这样的叙事框架 而是要还原出更多的真实的颜色 有一点先强调 我们人类从来都不缺乏 与邪恶做斗争的勇气 那缺乏的是什么 是与狂热做斗争的自我警醒 刚才我们说 美国贫富差距的百年大轮回 数据给了我们清晰的结论 事实就放在眼前 但是 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 相对之间的贫富悬殊 确实回到了百年前 但是绝对的生活水平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穷的吃不上饭 和穷的去不起夏威夷度假 这完全就是两回事 中国古代农民和皇帝之间的贫富差距天壤之别 但是只要农民有饭吃 生活过得下去 就不至于揭竿而起 同样的道理 在今天 如果我的生活能够维持小康 其实我并不是很在意 比尔盖茨是不是比我富有100万倍 但是 如果我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那么隔壁邻居 就算他一日三餐只有白面馒头 我也会感到义愤填饮 当年 打土豪分田地 那个时候地主富农 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 绝大部分 那也算是一贫如洗吧 但这一点都不妨碍 当时人们对于他们充满怨恨 根源在于什么 不在于相对的差距 而在于绝对的贫困 今天我们普通人的很多生活便利 是当年连皇帝 都没有办法享受到的了 经济学家曼坤也说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贫穷 而不是不平等 100年前 全球贫困率是多少 90% 而今天呢 只有10% 所以用今天的不平等 和100年前直接对比 是有失偏颇的 而且在100年前 是没有福利国家这么一说的 今天呢 许多国家对于底层民众 是有社会救济措施的 当年的绝对贫困 就意味着生死的挑战 而在今天确实要好得多了 再有 当今社会保有一定的流动性 贫富悬殊和阶级固化 同时出现 当然非常可怕 如果我们在写字楼里面 看到一个年轻的保安 会心生不安 因为我们知道 他被困住了 他自己的收入和技能 是难以实现向上流动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大学生 哪怕是他欠了一屁股的债 也不会觉得他需要被同情 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贫困是暂时的 并不是说 朝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这才叫做社会具有流动性 大跨步的阶级跃迁 确实很难只通过个人努力达成 你可以感叹说 普通人的十年寒窗 怎么也抵不过别人祖孙三代的积累 个人努力或许不能彻底改变命运 但是个人努力一定可以改变生活 从一楼努力到三楼 从三楼努力到六楼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 都不会给每个人配置一步 从一楼直接升到十楼的电梯 这根本就不现实 还有 今天妇人和普通人的生活差距 是明显在缩小的 妇人的生活也在中产阶级化 乔布斯的黑色T恤 看上去和我穿的 其实也差不多 巴菲特据说在一间 几十万的普通房子里面 生活了几十年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 生活都那么简朴 刘宇老师 他说自己和身边的有钱朋友比起来 除了他做不起头等舱之外 其他的生活品质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所以说 全球贫困率的大幅下降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社会的流动性 以及消费水平的中间化 经济上的不平等 并没有让绝大多数穷人的生活 那么的悲惨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说富人的贪婪 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利 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 这确实是事实 但是 它也不是全部的事实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姚明和某位贪官 他们两个人 都是中国前0.01%的巨富 请问 我们会对姚明心生怨恨吗 多半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的钱 是用天赋和汗水换来的 我们都觉得他配得上 可是那位贪官呢 据说他被抓之前 专门租了栋别墅 里面堆着两亿陷阱 我们对于这样的人 当然是义愤填膺的 所以不难发现 我们不是说不能接受 别人比自己富有 我们是不能够接受 病态的机制 所形成的贫富差距 我们看美国 最近几十年来贫富差距增大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是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效应 让那些富人的财富 成几何级数增长 刚才我们说 10%的美国人 占有全国50%的财富 1%的人 坐拥39%的财富 其实再往细了看 财富突飞猛进的 并不是这些人 而是最前面的 那0.01%的一小撮人 如果把这一小撮人给丢出去 前10%的人所占有的全国财富水平 其实是在下降的 而这极少的0.01%的暴富 和技术增长紧密相关 我们看看福布斯排行榜就行了 马斯克 贝索斯 比尔盖茨 拉里佩奇 扎克伯格等等 都是这样的 而我们中国也很类似 马云马 化腾 雷军等等 那请问 这些人是更接近于姚明呢 还是更接近于贪官呢 绝大多数人都承认 这些人是在暴富的同时 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淘宝 美团 微信 亚马逊 脸书 人们天天都在用 虽然这些0.01%的人 确实拉大了贫富差距 但请问 我们会愿意为了平等 而放弃掉他们所创造的便利吗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愿意 除了技术进步之外 还有一个导致贫富拉大的原因 是家庭结构的变化 美国的穷人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单亲家庭太多了 而且生育年龄也太早 大多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的 很多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 拉扯着几个孩子 而这位母亲 她自己都还是个孩子 那你想 这样的日子怎么可能过得好呢 美国的非婚生儿童 竟然有40% 在黑人当中 这一比例高达72% 美国正常婚姻家庭的贫困率 只有4.7% 而单亲家庭贫困率25% 富人的家庭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是往更好的方向变化 因为富人往往都和富人在一起 几十年前 女大学生并不多 那么很多男生 在毕业之后 就回家和邻家女孩结婚了 后来女性也同样接受高等教育 于是律师和医生结婚 公务员和金融分析室结婚 总之中产者和中产者走到了一块 所以把穷人和富人的家庭结构放在一块一对比 差距非常的明显 一边的家庭是有两份稳定的中产收入 晚婚且少子 而另一边 只有一份不稳定的微薄收入 早婚且多子 贫富差距自然出现 所以不平等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并非就是有钱人的贪得无厌 这么简单 和很多人想象当中 脑满肠肥的寄生虫不一样 今天的富人更可能是一个工作狂 研究显示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比起高中毕业的人 一周的工作时间都要多八个小时 苹果的CEO迪姆库克 3点45就起床了 马斯克每周要工作80到120个小时 而且明显 富人更爱看书 有人问巴菲特 说你的成功秘诀是啥 他随手指了一旁的书堆说 我每天看500页的书 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 也是被称之为两条腿的书柜 你看 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的富人形象 和今天的现实是不相符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不平等的家具 是不是会引发小丑电影当中的阶级战争 政治权利被经济寡头所劫持 而贪婪会让寡头通过政治权利 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扩大化 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 但是它不是全部 有不少人认为 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 因为当富人和穷人的政策偏好 发生冲突的时候 富人有能力去影响政策 没错 但是这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 因为真实的美国社会 高中低阶层 他们80%的时候政策偏好都是一样的 而顶层的10%和中间的选民 他们的偏好90%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各个阶级之间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对立 那你说90%的时候一样 那不一样的10%的时候呢 不就是富人说了算吗 确实如此 但这真的是坏事吗 未必 至少对于美国的左翼来说 未必 为什么 因为今天穷人的政策偏好 更倾向于贸易保护 倾向于反对移民 怀疑全球变暖 但是今天的美国左翼 恰恰支持这些东西 所以正是这10%的精英主义的成分 让他们的政见更有可能实现 如果说这是一种寡头政治的话 那他就未必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了 如果说权力被富人给劫持了 那么为什么 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会不断地扩大呢 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给切出去呢 盖茨把几千万捐出来做慈善 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 竟然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 那请问他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呢 巴菲特抱怨说他的税收太低了 主动要求政府给他加税 这又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呢 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 而拜登呢 主张加税 如果说华尔街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 那他们就应该支持特朗普啊 但是在大选的时候 拜登从华尔街拿到的捐款 是特朗普的五倍 所以啊 这就和我们之前聊的韩国的情况有些类似 观念的力量 人心之变的力量 很多时候是可以战胜利益的考量的 其实啊 今天的美国 穷人没有那么仇富 而富人呢 也没有那么压榨穷人 但是如果任由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的传播扩散 他就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随着这样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真的是会激起足够的愤怒的 而到那个时候 阶级之间尖锐的对立起来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今天啊 我们说了很多的内容 一开始严厉的批评了经济的不平等 后来呢 又好像在帮他说了很多的好话 其实啊 这只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客观的来看待 经济不平等 这个复杂的问题 让我们在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 多一点小心翼翼 因为无论是过分的悲观 还是过分的狂热 都会让我们犯错的 如果说最重要的问题 它是贫困 而不是贫富差距 那么解决的思路就是去创造财富 是鼓励投资 是保障就业 而不是财富再分配 如果问题出在家庭结构上 那么就需要鼓励稳定负责的婚姻官 而不是更大更强的政府 如果是技术进步 推动了不平等的上升 那么为了保护技术的创新 更多的是需要政策上的微调 而不是将原来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 如果说 富人她已经接受了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了 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 那么更合理的做法是继续协商改良 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 不平等的问题之所以难解决 那是因为平等 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唯一目标 如果它是唯一目标 那就非常简单了 有什么快速让所有人都站到同一起跑线上的机制吗 当然有 那就是战争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打完仗 每一次改朝换代 你看所有人都平等了 但这是平等的贫穷 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不是要把上面的人给拉下来 而是要把下面的人给抬上去 平等必须要和自由秩序创新等等的价值并存 而这些价值想要并存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平衡它们 这个才是难以做到的 我们当然希望那些年轻的保安保洁当中被埋没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有自我实现的机会 但是我们也担心过于均等的社会会让所有人都失去奋斗的奖励机制 我们不愿意看到饥饿和无家可归的人 但是我们也担心过度的再分配会带来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 善恶之争从来都不难抉择 最大的困境是诸善之争 所有的答案都不过只是当下特定情境中的一个权益之计 当今世界上有在这方面成功的国家吗 有的北欧已经做出了表率 既发达又平等 但是我们也需要承认 北欧的模式有无数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地缘条件 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追求都一再的失败 从王莽改革到法国大革命 从苏联的极左权威到拉美的粉红色革命 历史一再向我们展现 对于平等的追求 我们或许有一种方法能够把它做对 但是我们却有一千种方法把它做错 我们相信历史是值得敬畏的 也明白文明如此之脆弱 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着谦卑和审慎 小心翼翼的在荆棘深处 去寻找那第一千零一条道路 I'm glad you're up to I'm glad you're up to